国拼黑马退役要怪刘国良 第一销球手连续五局比赛 教陈梦怎么去打球 但是现在他退役之后非常的落幕 鲜花跟掌声都没有 那么刘国良不懂得珍惜人才是不是做错了呢 提到这里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作为国拼94年的选手马特 男子乒乓球队的第一销球选手 也是咱们国拼现在最强大的第一销球手 他选择了退役 选择退出了咱们国拼的国家队伍 那么他的这个重要的决策呢 可以说引发了不少争议的 为何刘国良没有留住马特 咱们国拼现在的最厉害的销球手呢 并且马特94年出生了 目前28岁 理论上还可以继续去拼搏 但是他还是果断选择的退出 毕竟呢咱们国拼队伍当中呢 马特很少会得到重用 很少会得到刘国良的重视 派他去出仗打比赛 干脆呢他直接选择了退出 然而刘国良呢 没有留住马特 确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来的 目前来看呢 马特是退出了咱们国家队嘛 那么其中 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巨大的 虽然说呢 提到马特这名球员 有不少球迷啊 没有清晰的了解到 过去马特做出来的贡献呢 但是当咱们共同回顾一下 你就会知道 马特他的作用性 到底有多强了 过去的比赛当中呢 在男女的性别大战当中啊 那么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呢 跟女拼的陈梦进行对战 马特呢就凭借他非常优秀的 销球选手的打法 他是凭借一手非常优秀 而且呢非常具有 艺术球的销球打法 在咱们国拼啊 称得上是第一销球选手了 马特呢 在对战陈梦的五局比赛当中 轰出了4比1的大比分 达到了陈梦呢 基本上呢 找不着球的方向啊 毕竟陈梦 他虽然说作为 女子乒乓球队世界第一的选手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啊 陈梦他在国际赛场当中 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很难去战胜销球选手 每当陈梦他去对战 韩国队的航营 过去世界杯的比赛 他面对航营的比赛 熬战了整整七局比赛 差一点还输掉了 所以说呢 陈梦他对战销球选手呢 是他最薄弱的环节 而刚好 咱们国拼队当中的马特 他就是很好的销球选手 国拼的第一销球选手 他可以很好的去训练 陈梦的销球打法 可以很好的去培养 包括了咱们国拼 无论是男拼也好 女拼也好 只要哪一名球员 面对销球选手 打得不适应的 很难去对战的 都可以请来马特 来进行一对一的训练切磋 并且呢 让马特来教会他们 怎么去面对销球选手 所以说呢 马特这名国拼的第一销球手呢 理论上应当呢 要留下来才对的 留国人应当要重视才对的 而不应该让他现在选择的退役 他就跟方博等人呢 一样的 那么现在马特呢 是退出了国家队嘛 并且呢 更加让不少球迷争议的是 马特他的退出呢 没有鲜花 没有掌声 他仅仅呢 用他的手机 在社交媒体发布了 感谢国拼队伍 感谢过往的一切 那么他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呢 评论了 表示了 他正式退役 退出了 然而呢 刘国良没有在线下呢 举行荒送会 也没有举办 把掌声 把鲜花送给马特 给到马特很大的鼓励 认可他过去做出来的贡献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呢 一方面 马特他既然是作为国兵第一销球选手 那么刘国良就应当留下他 对不对 另一方面呢 马特他现在其实年龄28岁 也不算很老 他还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刘国良呢 有一些国际大赛啊 是时候可以考虑把马特派上场了 而不至于现在的马特呢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很多国际大赛呢 连参赛的机会都没有 果断选择了退出啊 因为没有未来很大的发展空间了嘛 所以说呢 这也给了刘国良很大的两个提示 一方面呢 留下马特可以去培养 锻炼陈梦 也可以去锻炼其他 面对销球选手的打法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让马特他继续留下来 给到他发挥的机会嘛 但是刘国良都没有去做 所以说呢 马特也是非常的落寞 他是选择了退出国家队的 那么对刘国良呢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挽回马特 并且呢 给到他一个很大的欢声会呢 刘国良该不该懂得去珍惜人才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 我们下期呢继续跟进分析啊 下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